你以为藏私房钱是男人的坏习惯吗 这样的想法太单一了 其实男人藏私房钱无非是下面的两点原因 一 满足自己发痒的小心思 大部分家庭的财权都掌握在女人手上 每个月或者不定时的给男人一些零花钱 但是对于一个天在外面抛头露面 辛苦打拼的男人来说 那么这点钱是不够的 像饭局啊抽烟啊喝酒啊样样不缺 男人迷恋抽烟 喝酒就像女人迷恋化妆包包 衣服一样无法自拔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想偶的虚荣心 男人们开动自己无比机智的大脑 给自己留了小金库 二 深陷泥堂时能够雪中松炭 在生活当中男人吃过了无数的亏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样的话 做了什么样的事 惹了女人不开心了 而且哄女人的手段和方式也寂静枯竭 那么他们怎么样才能够自保呢 当然是给女人买他们最喜欢的化妆品啊 包包呀衣服啊等等 那这个钱问女人拿的话 无外乎会加剧夫妻之间的矛盾 思来想去也只能自己偷偷藏点 以解燃眉至极了